就是他總共像這個是類似銀行 銀行金融單位裡面的人事人員 以後你們 工作選項 其實 如果這個 就中文系畢業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要想說你有沒有對應的一個職缺 因為 在職場上如果你是新聞系畢業 那當然不意外你可以到 就是媒體界嘛 對不對 當記者也好當編輯 可能都是比較 那如果你是比如說資訊系或者是資工系 資管系那就是資訊相關 但是中文系的話以前可能畢業的出入大部分都是當老師 為主啦 不過現在因為老師的缺已經 已經 很少了 而且因為少史話的關係啦 現在應該已經相對的已經比較沒有開缺 所以你恐怕像蠻多好像你們畢業的學長節 但是人事工作的也不少 因為像這種工作 其實 也還蠻適合 就是 文學院的同學 去擔任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 其實 人事管理不是像想像中 像以前 這麼簡單 現在基本上都還是要 用電腦 一定不可能說你像以前 用那個資本的方式 全部其實應該都已經電腦化了 所以如果說今天假設他這個有點像一個面試 或者是平常的考基層機 等於是 那他要做一個整合 哪一個人最高 哪一個人最低 因為將來 自動消失 公司才會新陳代謝 不管哪一個 企業啦 即便一個團體都一樣 有沒有辦法讓 這件事情打到 實現 這個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OK 那如果你要能夠很快的找出那些比較認真的 其實有一些還是會需要一些 資料的整理動作 就像你們的成績也是一樣 其實我當然盡量可能 你們隨時 你們的成績 也是這樣來的 我隨時只要有機會 我就 稍微記錄一下 那最後當然 才有辦法挑出 這個比較認真的同學 給他高的分數 相對他不認真的話 我就不會給他高 那當然 才會是公平的啦 OK如果每個人都 不認真的人也拿高分 認真的反而拿低分的話 那說真的誰要願意 每天這麼認真來上課對不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 不過說真的 就像一個老師 一個人 那你們這麼多人 我要每個人都知道 或者是你們的學習情況 其實相當不容易的 所以要用什麼方式可以輔助 當然最簡單的其實就還是用Excel 所以 我大部分的 你們大部分的資料其實我都有記錄在那個 Excel 不過我是放Google的試算表 因為Google試算表的好處就是 我以後 不用找這個檔案在哪裡 因為如果你把它存檔你可能要放隨身碟 那將來呢 如果你要找一台電腦才能開啟 那如果假設我在手機上看怎麼辦 那就會遇到問題 所以 其實我大部分放在那個Google試算表的好處就是說因為它放雲端 那我 只要能夠連上網路我就可以開啟某個檔案 所以這個方便性其實還蠻高 就好像有一次喔 突然那個秘書打電話給我說 有個家長喔 說 對於他的 這個孩子在學校的成績 這個科目 他覺得 不是 很能理解 因為他覺得 他的小朋友每天都很認真去上學 然後都很認真在準備 可是為什麼拿了一個接近不及格的分數 那就很急 很急就要打找我 然後剛好 我就想說 那 我就稍微看一下他的成績 當然我如果說我沒評沒句的我怎麼去跟他講說到底他為什麼這麼低分 所以第一時間的話 我就連上 我的 Google的雲端硬碟 那因為呢 你們歷來的成績 我都會放在雲端上 而且呢我只要登錄我就很快可以找到了 OK那我找到之後我就馬上 把那個學生的那個成績調出來 一看 ㄟ 第一個 他缺席次數太多 因為 平常我也會點名嘛 還有你們要自己簽到嘛 OK 第一個他可能缺席次 第二個呢 他的期中考成績不及格 OK 光這兩項我應該就可以把他當掉了 不過呢我還很仁慈的給他六十幾分 後來的話他 好像他媽媽又打電話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第一個 你的小朋友缺席次數太多 他就說怎麼會呢 他每天都出門啊 每天都到學校啊 然後這個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因為他到 也許他有來學校 也許 他在學校裡面 但是有沒有來教室 這個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點名的時候他沒到啦 OK 所以這個當然怎麼辦 沒辦法 OK 你給他問一下你小朋友 到底為什麼他 會被我點到名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期中考 是不及格的 他說 不及格 怎麼會呢 他每天都很認真在準備 尤其電腦他每天 都花很多時間 可是他用電腦不見得是在準備功課啊 對不對 在電腦前面能夠做的事情太多了 OK 所以他一講 他媽媽媽 他反而跟我道歉說 老師很抱歉啊 這樣耽誤你的時間啊 OK 我想說沒有關係啦 不過還好是說 剛好 我有習慣性的 把 所有的資料都放一份到雲端 所以呢 我可以很快的把這件事解決 不然的話如果說遇到像這種 家長的話 我不能說 我覺得可能好像大概 你們家的小朋友 也許什麼地方 他說也許 如果你有那種模糊空間喔 他馬上就會 質疑你 你的老師真的不稱職 不過 你也不能說每個 老師都一定要把所有資料都帶在身上吧 我要把力欄你們的成績 我都把它弄一份在身上 什麼可能對不對 更何況如果不放在身上 即便放在研究室 放在某一個辦公室 你要光要找這資料 你就找到同一腦障了 OK 不過 我覺得雲端真的好東西 所以自此以後 我只要所有東西 我都放一份在雲端上面 當然也不是說 除了雲端之外 你沒有備份啦 你還是要其他地方 還是要備份一下 或者是列印出來啦 只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列印出來 第一個不環保 第二個列印出來之後 我也不知道擺哪裡 其實我是真的 我不是 很善於整理那種 紙本資料的人 所以我常常 這東西印出來之後 我後來我也不知道放哪裡了 然後越多越多 越多越多 一堆紙本 然後你又沒有做標籤的話 它可能變成是 一堆廢紙了 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全部都把它清掉了 所以目前來看 雲端應該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選項 我是覺得 個人上面使用 蠻推薦各位 而且 目前來說 Google雲端 他每個人15GB的免費空間 不過他已經給我到 免費空間是28GB 因為我是 最早使用雲端 所以他給我獎勵 好像最早 使用就獎勵10GB OK然後 好像又什麼獎勵 獎勵 反正後來加一加就28GB 我目前用起來 其實導是OK 那之前他曾經給我1TB過 1TB的雲端空 因為我是在地想導 他說好像只要升到第幾級 他就直接免費 贈送我1TB的 免費使用 不過是只能使用兩年 那兩年時間到了 我想說兩年要還要再買1TB 1TB好像 每個月好像要繳一個 不知道多少錢嗎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雲端硬碟上面 他要繳一個費用 我想說繳這個費用可能 用不了那麼多 後來我想說算了 不過其實是還蠻心動的 因為我可以把1TB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雲端 而且 有點像隨時帶在身上的感覺 因為你只要連上雲端 只要你手機可以打開連上去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 甚至 其實我在雲端上也有把一些那個 就是 古籍有沒有 現在有很多古籍啊 像事故全書啊 或者是25時啊 13斤 其實都已經有掃描檔了 這個掃描檔 其實我也有放一份在 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我要查閱 13斤 或25時 說文解釋 等等的 這種大骨頭書的話 以前你可能要自己買一套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去圖書館才能翻閱 現在不用了 手機上一打開就可以看得到了 而且像這種大骨頭的書啦 說真的你會翻幾次 啊 現在人有啦 我看 有老師是非常認真的 回去 但是 我是覺得 說真的 我還是 習慣問題啦 還是如果那個東西查閱的話 那你就 這個電子檔就好了嗎 不然的話那個買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沒有地方放 對 非常佔空間 像我記得我有個老師 姓王 一個王老師 也是一個 好像是台北大學 後來台北大學的一個教授 哇他家他是買 一棟 一整棟透天的喔 專門放什麼 放他的藏書 而且是在台北市 他一整棟進去全部都是放書喔 他已經是一個 算是一個書吃了吧 裡面全部都是書 而且這種人在中文系裡面 其實還不算少數 他把一輩子的收入幾乎都拿去買書了 而且還買一棟 透天的喔 就是專門放書 那一棟我像應該可能 如果在台北市應該價值可能 沒有個五千萬可能 沒有一個 五千萬應該買不到 所以你看那一棟樓的價值 其實重點不在那個 書啦 不過我覺得 就是一種 習慣問題 但是 我 比較想要是 如果那一些書籍全部都有電子版的話就好了 因為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有一個 這個存取裝置 像平板就好了 那我隨時翻會方便 不然的話你說 就我還要去把那些書 找到 而且那種 地方還最怕什麼 最怕一些災 水災火災 什麼災的 地震 如果 來個一下 哇那個書應該就 就可能就 不見了 所以這個都是 可能要注意的 所以為什麼 你們需要把這東西學好的 原因 我覺得 對我來說啦 整個歷程裡面 因為你沒有好的工具喔 你將來不管在生活在學習上面的 其實 都會相對是弱勢 OK 而且你會發現喔 現在資訊真的太發達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找不到的 那個 這個這個答案喔 像我那一天喔 突然家裡的螢幕喔 像這種 LCD的螢幕 突然他開始 出現那個 花紋了 開始變霧霧的 OK 那第一時間我想說 不如就上那個 PC Home 訂一個吧 其實 我已經真的就訂了 下了訂了 不過下訂的時候想想 會不會 這個時馬當佛馬一嗎 我Google一下那個型號 看看有沒有人壞掉 然後拍YouTube影片 教我怎麼修 真的 還是有人居然把那個 他修理的過程把他拍成影片喔 還告訴你說可能是因為 他的那個裡面的排線有沒有 那個 接點氧化了 因為久了就會氧化嘛 然後還跟你講說 可能用橡皮渣擦一擦 然後用那個 什麼接點復活劑 朋友剛好我有買接點復活劑 結果我就真的照他的方式 把它做過一遍 結果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他又恢復 又正常 又可以繼續使用了 OK 所以第一時間我趕快把那個 PC Home訂的那個 貨就直接給他退掉 OK 這樣的話就省了3000多塊 因為像這種螢幕最便宜的話也要3000多塊 不過目前用起來已經用好幾天了 他幾乎是恢復正常的 所以 看起來好像很多的東西喔 其實如果 懂得在網路上找一些方法的話 其實可以 省掉一些 第一個省麻煩 第二個還可以省一點錢 對不對 而且其實還蠻愉快的 蠻有成就感的 真的我 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又把東西修好了 因為 其實在家裡的東西 所以一切只要可以修的 我幾乎第一個我還是會選擇動手去 把它修理一下 那哪怕是沒有工具的話 可能我甚至還是 會去買工具 所以上次好像我那個小澤 我那個腳踏車 後面那個 死輪 他好像裡面的軸塵那個 培林滾住壞掉了 然後第一時間呢 我也是一樣 上網去查 查了之後 真的可以修 但是要買很多工具 結果後來我發現 我買了工具的錢 可能還比那個 給人家修的費用還貴 不過我覺得 倒也無妨 反正就是 就是花錢 至少是買一個 買一個經驗 買愉快的經驗 OK 好 我們回到 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最後呢 上個禮拜主要因為有四個 所以比較快的方法就是你先做一個 然後呢 再把這四個選起來 再分別打勾就可以了 不過打勾的話呢 打勾之後他會幫我把這 一個的公式 複製到另外三個 OK那一樣嘛 一個打勾之後換下一個 這個打勾 所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 五 六 七 所以我們有七個 欄位 但是記得不要向下填滿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 這個單 每一個他的長度都不一樣 這是四十個 好那這個的話呢 切過來這個應該是 更多 所以呢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你要每個個別向下填滿 他才會成功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等於是把這個七欄加 四個工作表 就分別完成 不過呢 如果你下一次 假如說又有新的資料 你變成又要再來一次 那這樣很浪費時間 所以最好的方案就是說 我應該 可以怎麼樣 變成VBA 然後呢一次按下去呢就全部成功 OK 就全部做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其實會相當方便 但是要怎麼做出這個東西 按下去自動完成 那其實那有幾個方法啦 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用 錄製劇的 其實最早 我是教同學 用錄製劇 不過錄製劇有個缺點 就是錄下來的程式 非常的 冗長 而且 你還是要做一些 做一些動作 去把它修改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不想要 就是 全部 都 用錄製劇 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來做 當然第1個啦 你要先找到 他的規則 所以我想到的規則 第1個 因為他們這個4個工作表 都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我可能做完第1個之後 我要再切到第2個 再切到第3個 再切第4個 最後切回來第1個 所以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切切切 OK 那 切過去之後的話 其實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 這個城市裡面呢 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 第1個 你要知道說 如何去切換 每一個工作表 尤其說跨工作表 寫法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我把一些重點 跟各位說一下 也許你可以試做看看 清楚的話呢 我們先完成清除好了 那清除的話你可以怎麼寫呢 第一個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切 切過去的 我們先管什麼 如何清除 單一個好了 OK 單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那個 一個 清除這個應該會寫吧 如果我只要 第一個 我只要清除 住專工作表的話 那因為他有7個欄位 那一樣嘛 For i 等於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寫了N遍了 應該已經 滾瓜爛手了 應該沒有說不會寫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需要清除的 就是哪幾欄呢 B D 然後 E K L M 有沒有 分別把這7個欄 寫在這邊 然後後面加那個 空置專 應該OK沒問題吧 但問題是我現在如果清的話 我只會 只能夠清 這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清的是其他工作表也能夠一起清除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在這一個清除的外面 再 Enter一下 外面呢 記得包一個什麼 我按一個 TAB鍵 包一個 4 跟他講說我要 什麼呢 這個切到別的 工作表 那我for S好了 S也許這個 這個變數名稱的話 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 的 這個 編號的那個什麼呢 編號的變數 然後呢他是從 1 特別注意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從1到 2 3 4 所以共一個 1到 for S等於1到4 意思就是說我要 切到1到Enter兩下一樣打個NAS S 這樣的話 那就把中間這一個區塊 的 資料 先先不要放 然後再來的話我要切 切怎麼切 切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打一個 遜詞 如果說我要切 先第一個先切第一個 遜詞 刮壺 特別注意 這個遜詞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那第幾個的話呢 其實就是放在刮壺裡面 index 所以我可以把S放進來 然後刮壺一下 這個意思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 我要把它切到 他先第一個嘛 切到第一個 切過去的話 再加一個selector selector的話就是 我要切過去 動作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切到第一個了 切到第一個之後的話你就可以再做什麼 把這剛剛的清除怎麼樣 把它放到 切過去的下面就可以了 OK這個地方把它放到這個 那因為 他的階層 外面已經有個for 裡面又有個for 看起來 不會那麼清楚 記得呢 請你把裡面的這個清除 把它按個TAB鍵 讓他往裡面放一下 所以他會怎麼樣 第一個 他會先切到第一個工作表 並且把 他裡面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七個欄位清空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換到這個ness 這個ness意思就跳到S的 這個for圍圈 然後他就ness意思說 S的 1的下一個就2嘛 所以S變成2了 2就切到零組了 OK 然後呢 再來什麼 把零組裡面全部清空 然後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4個就全部清空 但是問題 他最後S呢 他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4 就助理員 所以我希望能夠又切回去的話 那可以在最後面一行 可以在寫什麼呢 可以在寫就是切回到第1個 那切回到第1個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這邊改成1就好了 在最後呢 就幫我再切回去就好了 清楚寫完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話 如果執行這個 清除的話 當然 一下執行太快了 所以我們按F8好了 如果像這個回圈 這個是電腦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反覆 但是對人來說 要了解 有點困難 所以你按F8 主行 那我們第1個S 他會先產生1 然後1的話呢 放在這邊 slate 不過他已經是放在第1個 所以他不會變 變化 然後呢 再來是吧 他會先清除第1 有沒有 清除哪裡呢 你會發現 清第1列 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裡面的第1列的 BD KLMM 清的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他就會在 因為這個I現在等於4的嘛 下一個 下一個I 然後就清第4列 因此類推 所以呢 我這邊先設個中段點好了 讓他等一下 先停在這邊好了 OK 全部清空 OK NAS就是 NAS S 所以NAS S的話呢 就是 他這個時候S呢 就會再跳1號 第2號 那意思是怎麼樣 切到第2個 有沒有這個時候就切到0組了 OK 所以如果用這一招的話還蠻管用 以後的話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記得喔 一定要會 續著物件裡面的 點slate 他就切過去了 所以如果 以後呢 那你遇到很多工作表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就這樣就OK了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全部清空 然後NAS 然後全部 最後就又切回來了 OK又回來了 那另外的話你如果清除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公式也可以啦 因為公式的話其實就是 再把什麼剛剛這一串有沒有 複製過來 然後呢 只是說怎麼樣 把裡面的公式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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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OK了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但是這邊有一個地方可能會是問題 哪個地方 就是amente 貼那個 貼那個 最後一個 這個地方 假設 妳這個 那個用什麼 用 这个 算它的名次 我如果用這樣的方式貼的話 複製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這邊取消一下 切到這邊來把它貼上 那要改什麼呢 其實我講過了 M不一樣變動有變動有沒有 所以M的後面這邊要改成I 所以M的後面這邊要改I 而且上面有寫過的 所以這個拿來複製比較快 複製然後切到這邊 但是會有個問題什麼問題呢 我這邊清除掉 OK這邊執行反正就照貼就對 這個方法跟前面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其他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明示的地方 其實我本來沒有發現 是後來同學跟我講的 這邊M是到40 第一個沒有問題 因為它就是剛好到第10 可是下一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會變這樣子 這邊上面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從第41列開始 有沒有 因為這邊它範圍到40 所以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需要解決的 那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 就是要把這個40這個 這個數字 改成什麼讓它可以向下追蹤到 其實這個能夠向下追蹤就是把這個值 放到這邊來其實就解決了 至於什麼做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先清楚 應該會吧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就是把單一個 單一個工作表 先清空 比如說住專這個 你就按住專清空 然後外面再包一個 S的回圈 多一個 SHITS 哪一個 這個工作表 OK然後最後記得要切回來 再來的話就是底下就把烤坪這個 一樣做但是 有個地方會出錯 就是這個地方 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所以如果你用這一招的話 其實真的 還蠻方便的 因為很多地方就會變得 蠻簡單的 其實我們這個寫法已經算是 所有城市裡面應該我想 我想來想去應該很已經很難有比這個還更簡單的 所以 如果你們將來在學其他的城市的話 相對的你會發現VBA真的還是蠻簡單的 如果因為 上學講給各位有一個其中考題目就是你們要去想想看那個其他語言 那好像有同學也有學其他的城市語言 高中的時候啦 如果你有學過你會發現其實VBA相對是 比其他的語言還簡單 第二個是 VBA因為他有Excel 所以相對又比其他語言更實用 因為現在 在職場上用的最多的一個 軟體 應該沒有比Excel使用機率還更高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你希望在 職場上面有一個至少 還不錯的工作的話 其實你至少要把 這個工具 學到 這個熟練 你要找一個 像 還不錯的工作職位的話 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另外當然如果你還可以有其他的那個 時間的話多學一些 我想應該 你可以 有更多更多更好的機會 OK 請各位試試看 喔 請各位試試看喔 我們請問一下 沒有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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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